飛鏢型車燈加上海鷗翅膀造型車門 讓賽車迷為之瘋狂的麥拉倫P1 但這千萬超跑的車主 竟然只是個小小孩 直線前進或是來個倒退轉彎 在爸爸遙控下 小朋友坐在一針車比例打造的超跑裡 屁股像是黏住般不想下車 不只麥拉倫 法拉利 甚至雙B都有 展示間裡多達30款車 最便宜5000元 最貴賣到45000塊 全部都是原廠授權 伊甸夏裝上電池模組 固定方向盤位置 鎖上輪胎 不用10分鐘一台兒童超跑 組裝完畢 剛要踏進這個行業之前 其實很多周遭的人 其實是笑我們是神經病 因為針對於一般的人的嘗試來講 這個就只是玩具 而且它是一個很貴的玩具 草創時期被朋友笑是瘋子 王建志早就見怪不怪 愛玩車的他 想法很簡單 大人風超跑的念頭 也會投射在孩子身上 因此他找上大陸廠商合作 談原廠授權和生產 果然引起旋風 一個月能賣出60台 年賺百萬根本是小case 但隨著市場逐漸飽和 王建志面臨到商場最常見的問題 銷架競爭 並不是每一種他都有經過所謂的授權 或者是所謂的安全認證 當客人的選擇多的時候 他實際上他的經營就會比較累 同業不經過安檢 拼一個兩到三千不是問題 但壓的王建志不得不想辦法擴大客源 因此他建立俱樂部每個月固定辦活動 讓大小朋友一起尬掐 直線加速甩開對手 不過小朋友們再怎麼用力踩油門 根據法規規定 玩具類車子限速8公里 不能上路也不能開上人行道或騎樓 但活動地點大多是借用小型遙控車賽道 台灣兒童超跑產值上看千萬 但目前大陸仍是兒童車主要出口國 台灣想佔有一席之地 業者開始另替新路 製造兒童機車 不宜翻覆穩定度高 身高重量限制也比兒童車來得寬鬆 拉大客群年齡跑出更多傷機 東森材新聞 小韓中午軍 新北市報導